HELLO 大家好 今天鞋子旅行要介绍的是 Concline的Marktrain月牙上帽的干笔 然后这是它的盒子 然后把这个纸盒打开之后 这有点PUP的一个纸盒 然后里面是绒布的 然后这边还有汤金 汤金的一个logo 然后笔 待会再看 我们先打开之后 下面有一张就是 介绍怎么月牙上墨 然后也介绍说它是 Roy Concline所设计的 然后也拿到专利 然后1898年就开始生产 然后后面有介绍怎么吸墨 那我在另外一个影片 也有介绍过怎么吸墨 那吸墨的时候 若要让墨郎保足一点 就是重复我影片介绍过的那个步骤 几次这样 然后这边是有说明 它成立于 美国的Hohaiho Toledo这个地方 1898年 然后它也邀请你加入 他们有一个收藏着的club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一下 然后它也是就是 终身保固这样子 那也是要到他们的网站去 去注册这样 好 大概介绍一下它的盒子而已 那我们现在主角来了 就是这个 Concline 那我们把它放旁边去 好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一只 360度看一下 这只的 笔绳是黑色的 然后它的纹路是车马纹系列 好 然后你看它的纹路就是 会有一整个 就是一整个 类似白纹的感觉 然后绕成一圈 不论是笔盖或笔绳都是 好 然后它的笔夹 跟这个笔盖环啊 还有这个月牙山末 这个月牙牛 都是玫瑰金 好 那这一只 它的 头部 圆圆的 然后底部 也是这样 也是稍微圆圆的 然后这个笔 蛮特别的 它可以在这个地方 用这样的按钮 就是 好 侧面看一下 这样按 它就会往 就会往上撬了 那 其实 随身吸带的时候 就是这样按 就可以插在 你的胸前有口袋 就可以直接插着 这个设计还蛮方便的 这个设计还蛮方便的 然后笔盖环上面呢 你看 有看到康克林 好 这个 类似 刻字在上面 然后 这个系列是 Mark Twins的系列 因为 Mark Twins很喜欢这支笔 然后 1903年 成为他们代言人了 所以 这系列的笔盖上 都有Mark Twins的 签名这样子 好 那月牙上末的 月牙扭的部分 除了 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 柯这个 康克林的字眼之外 另外一面就是 会著名这是 Crescent Filler 好 然后Trademark 好上标 好 月牙上末 那月牙上末 就是特别之处 就是在于它这个 环扣 你看 这个 它这边有一个沟草 那个沟草 看到 沟草就是 要把它转到 我在另外一面有介绍 就是把它转到 这个月牙扭的下方 好 然后就按下去 就可以 就可以 按下去的时候 再放笔 那个笔 墨里面 就可以吸墨了 然后用完之后 一样把它转回来 你可以转这边 或者 转这边都可以 只要固定住就可以了 所以还蛮简单的一个 吸墨方式 那 其实C一次 我觉得就可以 写蛮久的 那假如你是很常 换颜色的 就不要吸太多次 但是 譬如说你要去旅行 或者 懒得吸这么多次的墨 你就可以来回几次 好 那它旋盖打开之后呢 我觉得它这个笔尖 也是蛮有特色的 你看它有一个 墨孔 是把它做成像 啊 月亮 这样看就是像月亮一样 好 就是 就是整个 就是 月牙上墨 一直把这个主题 展示出来 然后上面呢 会有 可以近一点的看 有 康克林这样的一个logo 然后下面 会有 它 创办的时候的一个 城市 是Tolado的字眼的上面 然后在著名USA 好 这应该还蛮清楚的 然后 鼻舌 鼻舌 鼻舌这样 好 应该还 蛮清楚的 好 那基本上呢 这边是 不用拆的 因为它整置这个 啊 那个墨囊都在里面 所以这些是不经意拆掉的 好 因为这样拆一次也拆不掉 好 平常在写的话是不用拆 然后你要换墨的时候 一样照吸墨的方式 再做来回的 啊 在清水里面做来回的清洗就可以了 好 所以 大概 它的整支 鼻的外观是这样子 那它大小呢 可以看一下它大小 拿到最首支的拉米 好了 好 拉米 我觉得它跟拉米差不多长 好 造型不一样而已 差不多长 好 那要是 你手边有其他的钢笔的话 譬如说 我还有 比较大家常见的 像Pilot 74的 好 可以看一下它 跟Pilot 74 Pilot 74稍微长一点 这样子 好 那我还有什么呢 我还有三文堂 好 那这些都是台湾比较熟 大家比较熟悉的 好 三文堂 我们先把 放过去 好三文堂比较大致一点点 好 好 那还有什么呢 好最近介绍的这一支 前阵子啊 很漂亮的 Diploma的钢笔 好 太空梭 钢笔 好 这支都 好 好大概长度其实都差不多 那只是说圆胖啊 还有外体造型不一样 这样子 所以给它一个概念这样子 好 那其实我会选这一支来做介绍 是因为我玩过其他的钢笔 大部分都是用西木漆啊 那除了像那个 这个三文堂 它是这种活塞 整个是活塞 三末啊 然后 迪路式的我之前有玩过 就台湾也是 OPAS巴巴做的这种 稻碎啊 嘿 然后 就觉得说 埃威亚三末这个蛮特别的 所以我才会特别想要 入手这一支 然后来做介绍 然后这一支 比拿在手上的感觉 它其实不重 但是就是 脖位也不会太细 好 拿起来的平衡感 整个是OK的 那只是说你这个 月牙这个地方 你在写的时候 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对 所以就是因为像我们 其他一般笔 这种 这边其实都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其他构造嘛 所以 所以突然拿这一支笔的时候 会觉得说 欸 欸突然有东西卡在这边 嘿 所以就是会稍微突然 不习惯一下 不习惯一下 不过这个应该也是 写久了应该会习惯 对 然后 它这个 是可以盖在后面的 然后看你是要 应该把它盖成像这样 套盖的时候整支笔变得 比较沉一点 然后这种应该适合比较大手的人 像国外有些人很喜欢套盖 那 套盖之后 我是觉得稍微重心有点往后 所以我个人使用 我不会套盖 我会直接 用这样使用 因为它 因为我手也不大 所以刚刚好 用这样使用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非常恰到好处 那我觉得要是 你喜欢这种上墨方式 那这种上墨方式 一方面就是 它除墨量大 所以你出外旅行 其实吸墨一次就可以 吸墨就是 你可以来回把那个墨廊吸满 那可以用很久 然后就是 它还有一个特色是 除了这样子 不会滚 然后或者是这样子 这样子 就是反正 两边 比夹跟这个 都会有做一个 防护措施 所以它不易在桌上滚动 那这也是马克图 很喜欢它的 优点之一 所以它也 也蛮大力推崇 这一支笔的 所以这一支笔呢 算是康克林 创建时的 非常 popular 的一支笔 然后因为这个 月牙山墨的设计 其实真的是蛮特别的 那所以就是 假如在你的 钢笔的 收藏名单之内 之内 你觉得想要收藏一支 特别吸墨方式 这支笔 是可以推荐给你的哦 我可以推荐的 我可以推荐 可以推荐的 准备 这样子 有两支笔 所以 你可以推荐 到几桌